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國際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印度將會在2月舉辦航空展 印度政府將會藉著這個機會 向28個國家的國防部長發出邀請 希望他們出席一次聯防會議 目標都相當清晰 就是要劍指中國 至於第二宗消息 英國成為今年G7峰會的輪任主席國 英國首相約翰遜 就已經向韓國印度和澳洲發出邀請 希望這三個國家同時出席 今屆的G7峰會 順勢將G7峰會改造成為D10聯盟 其實這項構想 就是在去年特朗普總統所提出 現在就由約翰遜首相完成了這一項目標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印度的聯防會議 究竟是怎樣搞 其實他們在2月4日的時候 將會在班加羅爾舉辦一次航空展 印度政府就想順勢 向28個國家發出邀請 希望他們的國防部長 出席一次的論壇 這個論壇的主題 將會是強化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安全和合作 這28個國家的名單暫時未知道 目前已知的就是主要包括那些環繞印度洋的國家和非洲國家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印度洋對於印度本身來說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 印度政府就希望借著舉行一次的聯防會議 強化印度和印度洋地區相關國家的合作 同時就借著這個論壇的機會 向友好的國家出售印度本土製造的國防裝備 從而令到這些國家能夠增強軍事上邊的籌碼 認對威脅印度洋勢力軍行的力量 包括了中國 解明就是要劍指中國 這個所謂的28國論壇 事實上在近年來 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 就是有上升的趨勢 比如說 中國在東非的國家吉布提的樹 建立了一個海外的軍事基地 印度對於中國的一舉一動 都是具有非常之大的警覺性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 美國政府換屆也是促成了 印度要自己尋求一些辦法 來應對中國在軍事上的威脅 因為民主黨人普遍就把俄羅斯當成為一個稻草人 一個假想敵 於是 對俄關係一定會比特朗普時期更加惡劣 但是 目前印度的軍備 在一定程度上 都要依賴從俄羅斯進口 如果美俄關係惡化的時候 印度就好像處於一個磨心 但是印度總理莫迪 顯然就不想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 選邊站 所以印度就自己嘗試 搞一個28國聯防會議 出來了 而且 這個聯防會議肯定是由印度來主導的 因為他一來就沒有找到任何的強國大國加入其中 二來他裏面也說到 想藉著這個機會向那28個國家出售印度自身製造的裝備 如果要靠從印度進口軍備的國家 他們本身的軍事實力應該都不方強得去哪 所以這個28國聯防會議 第一就一定是由印度自己來主導的 第二就是想確立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地緣政治的主導地位 要排除中國的影響力 接下來就講一下 關於英國想搞D10聯盟 實情這個D10聯盟 是基於G7峰會的基礎之上 再加上韓國 印度和澳洲進去 其實將G7峰會轉化成為D10聯盟這個構想 就是去年特朗普總統首先提出的 不過去年因為這個武肺大流行的關係 使得G7峰會一拖再拖 拖到去年都開不成 卻決定了 要在今年6月的時候 去到英國舉行 為什麼會特別是找這三個國家加入呢 首先來講就是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D10聯盟的D 其實就是民主英文Democracy的第一個字母 所以這三個國家和G7國家都是擁抱著共同的價值觀 所以就獲得邀請 因為這三個國家本身的經濟實力都相當強 印度在去年就已經晉升了成為全球的第六大經濟體系 所以一點都不弱 至於 韓國就是排在全球的第十名 澳洲就是排在全球的第十三名 所以這三個國家其實在經濟上 都是值得邀請他 一起加入這個峰會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是跟中國有強烈的相關 實情 D10為什麼會標榜民主 其實就是跟極權和獨裁是相對立的 他搞這個所謂的民主十國聯盟 意味著就是要跟極權國家對著 雖然他們就沒有特別點名說要針對哪個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都已經呼之欲出 印度就已經跟中國交互了好一段時間 拉印度去G7 其實都很順理成章 至於澳洲也跟中國交互了一段時間 中澳之間又爆發了貿易戰 所以拉上澳洲過去G7 也是很合理的 至於韓國 就是要跟中國之間做一個競爭 因為這個文在寅其實是騎場的 到底哪邊給他多點利益 他就賣哪邊 所以邀請韓國加入G7 就可以視為拉攏韓國的一個表現 至於說到英國 為什麼約翰遜是會繼承了特朗普總統的路線 很明顯就是因為近期 中英關係都是不斷惡化 比如說之前早一陣子 英國就宣佈了要禁用 華為的5G設備 就已經是激到中國暴跳如雷 再加上現在有個BNO的議題 火上加油 所以就使得 中英關係處於近年最惡劣的階段 故此 就算美國政府已經換屆也好 約翰遜也要繼承 特朗普總統的主張 就是要將G7 改組成為D10 好了 中國方面到底有什麼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中國認為 無論是什麼國際組織 或者國際會議 都應該是有利於 增進各國互信和合作 有利於維護多邊主義 有利於促進世界和平和穩定 中國反對 以多邊主義為仿指 搞集團政治 反對將多邊主義 意識形態化 針對特定的國家 反對以多邊主義作為借口 將極少數的國家制定的規則 強加給國際社會 很明顯就是因為現在G7也好 D10也好 根本上就沒有遇到中國 而且根本上人家的假想敵就是中國 所以他就有這一番回應 其實在邏輯上都很奇怪 當特朗普總統在任的時候 不單止是中國這樣說 美國國內有些左膠 主流媒體 一樣就批評特朗普總統所搞的就是單邊主義 來到現在 他卸任 由約翰遜首相牽頭 將G7改組成為D10 現在又突然說 他是在搞多邊主義 實際上大家都在搞同一件事 所以究竟他搞這件事是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呢 隨便說而已 根本上就是針對特朗普總統本人 中國針對他就很理解 不針對他才有問題 但是美國有些 左媒 可能說的東西跟中國一模一樣 當時拜登上了台 又不見他反對搞D10 他不一樣是照去馬 沒見他出來做難路虎 證明了 當日特朗普總統提出這件事 根本上你這群人就是 因人廢言 人家在任的時候 搞什麼都被你這群人罵 當然有原因 當然有借口 得到現在你上台 約翰遜說要繼承特朗普總統的路線 又不見你走去反對 當然他也無法反對 那麼有什麼反對 於是你不反對就是附和他 你就是認同他 默許他這樣做 那你當初這群人反了什麼 當初這群人寫那麼多文章 寫那麼多社論 在做什麼 那這群人是不是應該 向特朗普總統說一聲道歉說話 再不是就把自己寫過的文章 吃回落肚了 哪有這樣雙重標準才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